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冬季的Skin Care routine 不过以下来的内容全部都会以素颜上阵 而且的而且确认我本身 因为小汤水有夜饭的关系 面色真的比较差和很残 如果你本身是心血小的话 就真的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你会不会看下去了 好 给3秒你考虑 3 1 好 谢谢你没走道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了 今次分享的是晚间的护理程序 所以当然第一步就要卸妆先啦 我的习惯就会首先射了眼和嘴 现在用的就是之前也介绍过的Atal House 这支是回购再回购的 它除了可以射得很干净之外 也没有叶眼 最大的原因就是它价钱便宜 所以我也推介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 射眼要注意的地方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不要太大力 因为如果太大力 就会拉松眼皮 射完眼和嘴之后 我就会用射妆水的 其实我本身是用开包咚麻的红水的 但是我用完之后我就用这一支 我射完之后觉得它们的质素其实都差不多 我都不太分得到它们的分别 同样都用4-5块化妆棉 就可以把妆卸干净了 亦都没有用完卸妆油那种慢慢紧的感觉 不过它这支的价钱便宜一点 但是有多个选择了 洗完妆之后也要洗面 我最近极爱Lush的洗面膏 它的全名叫做落天霸菇洗面膏 它就是用玉米油 玉米糊 玉米粉和玉柜 拌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出的产品 都是无添加的 用的时候就沾水后 擦开就可以拿来洗面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 用完之后皮肤是非常滋润 完全没有平时用开洗面膏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有少少粒粒的 就可以帮我做去割剂 一到冬天我都一定是用这支Ultima II的 胶原蛋白再生水的 虽然一直都收到很多不同的试用 但是这支是我回购得最多 而且用了几年 不过我都已经分享了749万次 所以这次也不多说了 嘴唇方面就用这支 澳洲木瓜万用膏 其实都听闻了很久 非常出名的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试到 最近就收到 Instagram卖东西的朋友送给我的 它除了可以用来塗嘴之外 全身都可以用的 它的质地是比较稀的 其实都滋润 不错的 但是有的比较之下 我自己就会 都是比较喜欢在香港可以买得到 圆形一瓶的凡士林 实在太多朋友问过我 有没有眼霜的推介 虽然压回我 但大话说试过二十多三十款的眼霜 但是到暂时为止 真的没什么哪支 用完之后觉得 特别值得推介给大家 可能我本身对眼霜的需求 就不是很大 不过反而我觉得 手势才是更加重要的一环 塗眼霜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大力 有时间的话都尽可能做些按摩 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眼都没那么浮肿 黑眼圈都没那么明显 在我不断要试不同的产品的情况下 这盏B-shell的B5 gel 其实都算用得很快的 你见到我都已经用了大大大半支了 除了它真的可以帮我补到水 做到保湿的效果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用途很广 除了可以直接塗上面之外 还可以用来混合粉底 保湿箱 面膜 用的 都可以做到保湿的效果 上次都说过了 除了补水之外 也一定要锁水 Lazy Karens的双效精华上次推介过 它可以帮我做到水油的平衡 就可以帮我锁住水份 没那么容易流失在空气间 日常程序最后一环 就是塗上保湿箱 这个就是Dr.Celabo 海洋胶原极效滋润啤 它的质地比较厚 我自己冬天晚上 我会选用这些比较厚的保湿啤 它除了可以帮我滋润皮肤和锁碎之外 它还有一个收紧皮肤的功效 我们用的时候再加热按摩 就可以做到提拉的效果 市面上很多 类型十几元一块的保湿面膜 其实它都可以帮你做到保湿的效果 不过就真的不是耐久 所以这些面膜 基本上真的要天天敷 不过Ava我本身 就真的不太喜欢敷 Paper Mask 所以平时都会用一些 高状的面膜 为多 我自己就很喜欢手上 一支Bilderma的 保湿面膜 用完之外 皮肤是会 油滑了 另一个推荐 就是Clinic的Moisture Surge 其实我都回购了几盒 这个其实我很久之前都推荐过 厚茶可以当Sleeping Mask用的 薄茶可以当平时Cream用的 不过因为Ava我经常都要试 不同的产品 所以我就转了这一支Overlite的面膜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一盒的效果真的会好一点 但Overlite面膜 就会比较适合我多一点 如果你是喜欢Full Paper Mask的话 我也有一个推荐的 就是Dr.Wu的这个保湿面膜 它一盒就有三块的 基本上我试过几款的Dr.Wu产品 它的保湿效果都是不错的 不过价钱就会高一点 另一款的推荐就有Harbor 一盒有五块 跟Dr.Wu一样保湿效果都真的不错的 用完之后上装是明显比其他 是贴很多的 急救用就非常好 不过这两款价钱就会贵一点 如果想便宜一点的话 也有一个推荐的 就是Aniseway的 不过就不是硬装的 这个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一样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它的Paper Mask 除了可以做到保湿效果之外 我自己挺喜欢它的剪裁 它面膜纸的剪裁是很配合我的面型 而且也很容易让我的皮肤吸收 所以这一款我都挺推荐的 我自己就比较推荐这个 洋金谷油吻面膜 另外薄荷的我都挺推荐 替我用完 天气冷的时候就最容易敏感 当我敏感的时候 我会用我手上的一只 挠回面膜 不过我就不懂得读它的牌子 它是一个高寨面膜 你看到它是一包包独立包装的 就可以确保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 每次敷完都可以震静到我敏感的皮肤 就是万事万宁的 最后就有超级秘密武器 就是传说中的New Skin Spa机 收到这部机都成两个月了 好认真地试了一轮 今天终于有时间可以和大家分享 很简单的讲解一下 手上这部就是主机 它有四个头脚 可以用在身体四个不同的位置 我今次就会讲解一下做面的效果 这个就是用来做面的头脚 除了手机之外 也要配合它的产品去用 不过正确去做手法 我就不详细去说了 因为它也挺繁复的 如果真的要示范的话 可能真的要拍那条片 我今次就简单讲一下我用完之后的感受 对于很难的我来说 其实也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每次做一做都要成20多分钟 不过我都会去做的 因为做完出来的效果 其实也挺显著的 做完之后 面光窄了 水润了 弹性好了 和紧接了都已经不特别多讲了 我最喜欢做完之后 我的皮肤摸下去的感觉 是很滑很乱 而且它收紧的效果 真的做得挺好的 做完之后 我的臉都没那么疲惨 现在你的画面看到 就是我一边面做了 你都会看到 其实我现在的臉都很明显烟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 Liu Skin本身是一家传销公司 如果你想买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info box找资料 我今次犧牲性的分享是这么多 希望不要在Instagram看到 很多买Liu Skin的朋友 卡住了我这个那么残的样子 去做广告 这边就做了